陶生依旧离不开您的元首与资助 让陶哥的声音时时伴随着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十条剧教》 7月11号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今天 在法国的梁 一座一千年的教堂 这个哥德式教堂 着火 着火的概念呢 跟当初巴黎圣母院的着火书很类似 他的塔楼 他是哥特式的 就这么有那大尖底 他那个塔楼在维修 最后维修过程中 在他维修的部分就烧起来 那收发到目前呢 大概有近60多个防火队员 去了30多辆车 已经把这火给扑灭了 就是明火都已经没了 他没有讲他是否受损的程度 没有说 但他是一个哥特式的天主教教堂 所以跟这个巴黎圣母院类似 那他比较有名的 他比较有名的原因跟莫奈有关 19世纪美 法国著名的画家 那咱不知道他这画卖过多少钱 那我去巴黎的时候看过他几次 看过两次吧 他原作 陶哥不懂画 但是再怎么不懂 我觉得也 我觉得甭管是朦胧派 还是莫奈派 还是什么派 就是农民看他的 你也得画的真皱一点 你说画的真皱一点 然后没有 朦胧就不能画真皱 那你就到那有雾的地方 你就阴天说 对不对 有雾的地方 你看那东西还活着呢 那东西菜 你到底看见他什么了 你看他哪好了 莫奈 莫奈在我眼睛里 这就是法国的 19世纪的画家 一批画家 嘲讽毁掉了 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 真正的 真正他的精髓 反神的 就这么讲 就是反神 反去了那种 对神的那种颂养 但是呢 他反过来走的是一种民俗 他就是 反神的东西 他反向走向民俗的概念 就像咱们举个例子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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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的 在哲学的思想 跟他的留下的著作中 你看到都是 为人的利益所用 跟他的师爷 苏格拉底 正好是反背的 而苏格拉底的概念不是 苏格拉底的概念是 他是神性 他是神性 就是这么一个蜕变 那在我个人看来 在法国的 十九世纪的 故事呢 就是一八几几年的 这些画家 就就类似 就是我们跟大家解释了 在他配应的 类似的过程中 巴黎公社跟这个 法国大革命 他对应了出来的 这个作为共产主义的摇篮 是对应的 而文化的被摧残 文化的被毁灭 就是一个民族的完结 那真正民族的完结 在西方 在这些教堂里面 很多人愿意去教堂 你看到他什么 你看到他的窗花 对不对 玻璃的窗花 他的那些宗教的色彩在其中 另外一个非常令人感触 就是他的房顶 那种拱式的 中间是悬空的 那种房顶的本身 给人一种 以天相接在一起 哥特式建筑也是这意思 他弄起了很大的尖 就是意思就是说 他们尽可能跟神能够接触 他的原宗旨 建筑物的原宗旨也是这个 那他的房顶上 在欧洲大陆很多 包括图书馆 如果你愿意去看的话 你到各地的图书馆 现代的建筑 你就根本就 我跟你说 你去那搭便 我都觉得脏 但是古老留下来的 这些建筑 你看他的图书馆 看他的教堂 里面就有很多 他们所讲述的故事 这就叫文化 透过建筑 透过绘画 透过雕塑 他什么叫文化 那个建筑的人 和绘画的人 他用他的灵性 与他生命中的神的一部分 连接在一起 透过他的笔画出来 没有人能解释 米开朗蒂罗 为什么那么年轻 圣母的泪是23岁 大概21岁 23岁 大魏是27岁 大概 等他上了年龄的很多作品 都是在这个墓地 给人做官救用的 在这个 就是有人供养家 供养他 就给他钱 养他一切 给那个家族 做了很多东西 当然在他年轻的时候的 伟大的作品 二十几岁 那是学出来的吗 我觉得很多 真笨 那是学出来的 你去了几次 看那个圣母的泪 特别是在大魏 那个像 圣母的泪在这个 在梵蒂冈 大魏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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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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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手 跟他下脚根 脚根部 那个 筋脉 他他用力吗 他在扔 大魏是扔石头吗 战胜巨人吗 那 他那个脚用劲的那个筋脉 能是学的吗 那个东西 人说那什么意思 那如果你要说有化神化仙的话 那是那样的 那不是学的 根本不是学的 他是在他的年轻受训的过程中 就是学习绘画的过程中 启发了他的灵魂 什么就是真可怜 那到了莫奈呢 那他这个教堂是这么有名的 那他在莫奈的作品中 大概有几幅作品 都是以这个教堂作为背景 就给他烧了 那给他烧了呢 我觉得蛮具有感慨吧 我不好说叫讽刺了 只能说叫感慨 这是一份插曲 那这个教堂被烧 是在 法国 法国议会大选 保守派被人算计之后 出现场面 对不对 我昨天有期节目讲了 孤独的国旗 那孤独的国旗之后 那在 李昂的教堂被烧 你说意味着什么 这是文化的灭亡 文化的灭亡 那莫奈也是这样的故事 他非常喜欢这个教堂 而这个教堂是 108几年建的 那有他一种欧洲大陆传统的宗教文明的延续 那这个教堂建完之后 三四百年之后 三四百年之后 三百多年之后 才出现了文艺复兴 那莫奈喜欢这个教堂 他同样喜欢着灵性的东西 但是等到他的笔触当中 他就给他改了 这就像亚里士多德 他愿意说苏格拉底是他师爷 对不对 伯拉图是他师父 那他是第三代 那哲学三节里面的孙子 他只能从苏格拉底的教诲中 得到了人的 他能够悟出人的利益的一面 他却不能感受自己灵性的一面 这就蜕变了 所以等到里亚里士多德下头 那就提不出来了 因为整个他的文明的内脉 就到哪 其实就跟中国的这个 孔子孟子荀子很有的一比 孔子孟子荀子说儒家 那孔老夫子本身是跟老子学艺的 他得求教老子 所以他就讲述了 他讲述人以理直信 但等到了寻子那儿就是左派的 法治的 利益的 而在孔子那儿就是人以理直信 是善良的 是谦让的 对吧 等到孟子那儿就 他妈搬了三四家 邻居不好 这也不能杀他 那不成 他这么 你用读什么书 你就这么看 你要读懂这些大 你看懂这些大道理 你看什么 这哪哪 他就是一个被控制的 一个蜕变的过程 所以在这个恰当口上 这个教堂被烧 他明确讲是被烧 他可没说是谁放的火 他也没说是自己烧起来 所以在巴黎圣语院那件事情上 也有一种 反正就被人称为叫阴谋论 他也怀疑是被点的火 他也是在工地上 但这个火呢 显然比巴黎圣语院那火 要差很多 所以他跟巴黎圣语院那个火 对应的这个时间段的结束 那是2020年吧 大概2020年是2021年 整个这个时代的结束 西方文明的衰败 结束的衰败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框架 这个框架 我们昨天讲说 共产主义 巴黎公社在法国成 这个这个成功了 就社会主义成功了 透过法律 透过民主选举 所以对很多人崇拜法律 跟崇拜民主选举 而把它当成一种手段 而不去讨论人的道德 沦丧跟信仰缺失的时候 这是一个无情的告诫 告诫所有这样的人 所有这些朋友 你要换个脑袋看问题 法律民主制度自由 都是工具 这样的工具 它到底是对人的道德 是一种维护 还是丧尽良知 不谈道德 自己利益受到损害了 然后就强调民主制度 自己利益受到损害了 然后就强调法律 你有那么多钱打官司吗 没有 多少钱的 川普打官司 整一亿多 请了几十个律师 开玩笑 你这么说 法律是公平的 一亿多 几十个律师 那鲍威尔大律师 怎么打不下去了 投降了 那朱利安尼那么有钱破产了 个个都是律师了 开玩笑 要崇尚人的道德 而不是迷信法治 在今天的法国发生的 就是靠民主 法律 公平 而革命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强调道德 偏偏在法国出现的真正的问题 是道德完蛋了 道德完蛋了 从他的法国的文化 法国人的骄傲的文化的根本被毁掉 是法国人自己造成 他就这么回事 表面上是法国人自己造成 那实际就是 我跟朋友讲说 我们这是一个大时代的故事 这个大时代的故事 他谁也左右不了 说句心里话 有些很 有些很特别很特别的 跟大家分享一个 这张图 这张图呢 这是有 他没有说最近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张图只是讲近些年 就是近几年 在法国整个境内 他的教堂 法国境内教堂很多都 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堂 教堂被破坏 被袭击 被烧 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 所以这是一个文明的衰败 我们就从我们这个角度就这么看 那与此同时 在英国大选结束之后 英国大选结束之后 和法国 法国 星期日之后 在星期一的时候 英国的太阳报 再次拿出这个瞎眼婆婆的预言 结果他就拿了一句话 瞎眼婆婆呢 说从2025年开始 世界末日被开启 就这么一句话 而世界末日被开启 它的概念是从欧洲大陆 欧罗巴开始 这里面就讲了 讲了其他很多 我们都讲无所谓了 从欧罗巴开始 欧罗巴的冲突 他说将摧毁非洲大陆的人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话 应该是在翻译上出了问题 对吧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 法国在整个欧洲出现的是移民问题 是来自于非洲 北非也好 西非也好 来自于非洲的移民难民 冲击了欧罗巴大陆 而不是这个说法 那欧洲的人口的本身的 这个品质 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出现根本性 这是在我眼睛里看到的故事 所以你看看英国 你再看看法国 他最终大选的结果 就走在了世界末日的终结的路上 开启 西方文明结束 你可以不相信 这个我们就分享这故事了 因为我跟大家讲的都是现实的状况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解读 这个涛哥没有任何意义 涛哥表示欢迎 你不接受都不接受涛哥的说法 我就给你核实了 这个在我眼睛里是这样 在朋友眼睛里是那个样 这不是任何问题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繁荣 好 但是我跟朋友介绍 你可以看到文化的根脉 一个民族没有文化 就什么都没有 今天的中共国人 就是没有文化 被共产党摧毁了 就什么都没有 就像讨论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中储油 那都很荒谬的 就昨天我们说 就说好几遍了 你不能把一夜壶洗干净 当茶壶用 你不能在你家的 装着黄金的 这个尿盆的洗手间里面 请你女朋友吃蛋糕 我说生日快乐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